如果你对空气过敏 一辈子都要生活在泡泡里 那会是什么感觉 泡泡中什么都有 冷暖两色 12瓦西顶灯 高端大气的翡翠风铃 黑白电视 加上西蒙斯 听着童话故事睡觉 早上还会帮你设计发型 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 你能在里面待上多久 而我们的男主大壮 刚出生时 很不幸的得上了一种怪病 叫做免疫缺陷症 简单的来说 就是不能见空气 因为空气中的一点病菌 都会要了大壮的小命 直到四岁时 他才从医院搬回了家 妈妈细心的保护着大壮 一个球飞了过来 妈妈急忙接住他 接着还给了小孩子 刚一到家 妈妈赶紧给大壮做了好吃的 就这样 在妈妈的细心呵护下 大壮在泡泡里慢慢长大 调皮的孩子经常会嘲笑大壮 还不时的朝他扔石头 结果可想而知 妈妈拿着水枪就是一顿瓷 三人被瓷得透心凉 为了打发无聊 爸爸还为他买了一辆自行车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教他 每一顿午餐都要放入泡泡口 还要用蒸汽去下细菌 大壮才能放心使用 日子一天天过去 大壮长大成人 在泡泡中生活了整整16年的大壮 除了沉迷在自我的世界里 富有激情的弹琵琶以外 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就是用毛巾擦玻璃 哦 原来不是 是看二赘花式洗车呀 同时二赘也注意到了他 这天 他来到大壮家里 刚一进门 就被眼前的巨大管道所吸引 管道通往屋子的每个地方 这样大壮就可以到处活动一下 因为大壮第一次和女人说话 内心十分的紧张 嘴开始不停的大飘 听到二赘是一脸的蒙蔽 不过他的天真可爱 还是赢得了二赘的芳心 二赘走后 妈妈赶紧对泡泡进行消毒 此时大壮的心 早已跟着二赘飘走了 之后的日子 二赘有空就会来陪大壮玩耍 大壮也心心的教他弹琵琶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近 可他们之间一直隔着泡泡 二赘想进入泡泡里找他 却遭到了大壮的拒绝 毕竟这样做会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自己给不了二赘想要的 所以二赘狠心的离开了大壮 这让大壮十分的伤心 他整日的将自己泡在泡沫里 妈妈喊他吃饭 他也挨打不理 一天 二赘突然出现 可惜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新男友向他提出了求婚 他来问大壮自己要不要答应 大壮虽然心里有着二赘 但是他还是违心的祝福了他 二赘红着眼睛离开了这里 可临走之前留下了一个礼物 是一个9块9的水晶球 里面坐着一对情侣 牌子上写着I love you两个大字 这让大壮顿时来了精神 他决定设计一套外穿的泡泡服 去挽留自己的爱情 为了自己的爱情 大壮开始设计自己的泡泡服 他钻进泡泡服中慢慢的给泡泡服充满了空气 随后对着泡泡屋就是任性的一刀 接着穿着泡泡服走了出来 却没想开局不力 一个不注意一脚踏空 咔咔咔滚了下去 还好泡泡服质量不错 不然说啥都要漏气了 可打开屋门时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 因为泡泡服太宽 结果卡住了 大壮愤怒的一顿小吹吹 哭吃一下来了个亲吻大帝 16年来 这是大壮第一次出门 对外面的所有事物都很好奇 甚至和电线杆说起了话 接着在马路上一路小跑 异常的兴奋 不得不说 爱情的力量实在是伟大 居然仍让大壮有勇气走出屋子 他来买票想坐车去找二翠 可收票员却说 小孩子一边玩杀去 大壮只好决定步行去找二翠 可刚走上马路 好在大壮的泡泡服比较无敌 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车上的人愿意捎带大壮一程 随后他又遇到了善良大叔 善良大叔听说了他的经历后 感觉到十分的同情 因为自己也和大壮一样 渴望着炙热的爱情 于是又捎带了他一程 在城市里 大壮又遇到一个固执的老人 听了大壮的事迹后 说啥也要把他送过去 大壮只好听从老人坐上了车 这一路 老人整整开了十个小时 直到老人开到已经离去 结果一个急刹车 大壮被甩飞了出去 最终大壮还是被另一个老人 开着战斗机 拖着他送了过去 一路上飞过了黄河 终于在两人结拜之时 赶到了这里 当着二翠的面 他勇敢地撕下了泡泡服 二翠感动地流出了眼泪 大壮居然发现 自己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不得不说暗情的力量 真的可以战胜一切 之后两人过上了 不可描述的日子 关注琪琪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